為了培養年輕朋友的運動習慣 減少看電腦滑手機的時間 立委吳清明與新北市議員彭成龍 和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聯合舉辦第一屆童花杯籃球鬥牛賽 鼓勵大家走出戶外打球 因為畢竟我們年輕人的體力都比較旺盛 所以這是我們長期來在推動 這一次我也要感謝我們彭成龍市議員 大力的支持跟贊助 以及我們國民運動中心 大家來共同的舉辦童花杯的比賽 這是一個對社會對整體都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目的他們就是這一些年輕人 他們有來這邊發洩他們的 所以說我們會減少我們外面一些 好像去旺腳 尤其這一次會有這種 就是說因為吳其民對青少年非常的注重 尤其他們國會的助理們 都是年輕人 他就請我們這些 好啊 議員也好 立委也好 大家出一點錢來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在兩位民意代表開球之後 宣告比賽正式開始 籃球場上你來我往 選手們使出全力投籃得分 多達數十隊的參賽隊伍 切磋彼此的籃球技術 除了爭奪冠軍的榮耀 更重要的是可以認識更多打籃球的同好 就想說就是借著駕馭 然後讓自己身心再健康一點 然後多運動這樣 之前國中的時候就常常一起打比賽 然後就希望能打能晉級吧 我們國中有得過冠軍 所以我們有一定的信心可以 贏一下就是得名 來參賽的比賽是為了 幫學要爭取榮譽 然後也希望自己球技可以再更進步 發現別人都很厲害 然後只能就 發揮自己的實力這樣 希望我們可以遇到很強的對手 然後把他們打敗 讓我們有一種榮耀的感覺 1 2 3 白中 加油 土城國民運動中心成立兩年多 是地方民眾運動休閒的好地方 官方表示希望透過這次的比賽 促進大家的互動 我們每個禮拜三的時間 就是有一個公益時段 就是下午的1點鐘到6點鐘 我們會提供給土城地區的 國小 國中 高中 跟大專 然後來這邊練球跟友誼交流 那我覺得說這樣的時間 已經有一年的時間 然後勢必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要幫他們辦個這樣的一個籃球競賽 然後增加他們的一些聯誼互動 這是我們的希望 這一次的三對三鬥牛賽 共分國中組 高中組 以及社會組三個組別 邀請全民一起共襄勝舉 在籃球場上揮灑汗水 分享對籃球的喜愛 也能促進身體健康 數位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 我們有一次的解法 我們有一個大博物 到這裹 我們有一個小博物 但是我們有一個小博物